但我们聊到说 三位者买车的时候考量的点 除了刚才讲到什么动力 甚至于还要比这个价格之外 更重要还会比说配备到底有多少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曾经掀起一股 这个沿上风波的BNW 因为他推出了这个所谓的付费的机制服务 就是说付费的订阅服务 然后造成了很多实际使用BNW车主的消费者 反馈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此取消了这项的服务是吗 其实这个订阅服务不只是这个汽车行业 其实应用在很多的不同的 像是你是看这种线上影音 或是停音乐什么的 很多都流行订阅制 对啊 可是汽车品牌要把这个订阅制 就是引进在自己自家的这个配备项目上的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挑战性的 怎么说呢 像BNW他们前一阵子就是推出了这个订阅制的 这个电热椅的服务 电热椅哦 这个要用订阅 对 可是你要想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话会有两派说法 一派说法当然他是站在正面的态度 他会想说 我一年四季我不可能每个月都是那种冷要死的天气 对啊 我搞不好一年里面只有那一个月特别冷的时候 会用到电热椅 那我就这个月的时候我就订阅电热椅就好了 这是一派的说法 可是另外一派的说法会想说 我既然车上已经有电热椅的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还要多花钱再去订阅这个电热椅的服务 所以会有这样两派的说法 而尤其BNW他推出了这个订阅电热椅的服务 他大概是每个月是18美元的这个价格 搬送的台币大概500多块 可是你要想一年的话就是6000多块 所以就是你拥有这台车大概五年的时间 就已经花了大概3万多块 在这个电热椅的这个功能上面 那当然呢 BNW先前他们也有就是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订阅服务 除了这个电热以外 包含说像现在大家都普遍会用到Apple CarPlay的功能 之前BNW也尝试过说 我就是采用两种 一个就是我一次买断 一次买断大概折合大概美金300块左右 大概台币将近1万元 一次买断 或是我每个月就是付80美金 就是订阅这个Apple CarPlay服务 然后另外BNW甚至他想过一个更天马行空的 就是整车使用的这个订阅服务 就是我这台车已经买回来 可是我就是每个月要付2000美金 然后来订阅这台车的使用权 什么东西 我买了这台车我还要给他钱 就是我这个月我要开的时候我就付2000美金 我下个月我不开我就不付钱 那他但是他入手的价格应该就会比较便宜吧 理论上是这样子 对可是就是我有点像是类租车的服务 可是你会想说这台车明明已经停在我家 我每个月还要再花这个租车的钱 其实阿克刚讲到这个订阅Apple CarPlay这件事情 我就特别有感 因为我刚好在那个时期 有一台这个BNW的540 那个时候有选配Apple CarPlay的功能 是一次性的买断 后来呢 陆陆续续这个BNW的Apple就开通了一些功能 就我就发觉 怎么有这个Apple CarPlay的订阅功能 竟然要付钱 我想那我这台车不是选配一次买断了吗 所以它就显示我的Apple CarPlay的功能 是无限期使用的 那其实到底订阅功能滑不滑算 我觉得蛮特别 因为以我开车这么短的时间来讲 我订阅Apple CarPlay的功能一年 比选配的钱要来的便宜 但是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 你就一次性的选配购买是比较划算 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同很多消费者的想法 我既然车上有了这个功能 为什么我不能使用 而且还要另外再去付费 那整车订阅要付费的状况是 那我开Iran就好了 所以真的Iran现在 其实Iran很厉害 Iran它现在推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 销售的想法 比如说你家的社区 需要Iran 你家的社区只要能够提供一个固定的车位 给Iran使用 它就把一台Iran发你的社区 所以你所有你社区的人都可以去使用那台Iran 那一台Iran就固定发你的社区 这个很棒耶 很棒啊对不对 对啊 所以 零星你的社区如果停车位什么卡住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开这个 对 你不排除 你不排除什么 这个社区很厉害 大家都很有钱 提供一个车位说 那我需要一台BNW的Iran 搞不好他愿意放一台 这个高订阅金额的这种BNW在你们的社区 你要出门你就开出去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移动服务的一个思维逻辑 除非BNW要从造车公司转成移动服务公司 不然整车厅应该有觉得难度吧 可是像有一个 有那种 比如说三年开通 例如像他的APP什么的 三年之后可能要再用付费的方式继续使用 这个大家就可以接受 车子要联网 所以因为有一个SIM卡 SIM卡本身就是一个流量 所以他车商跟电信公司做了一个合作 那他就提供你三年的吃到饱而已 但这个消费者就可以接受 对不对 三年之后如果你继续使用的话 但是其实先不管接不接受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趣 因为我们现在几个人开的车子 大概都是属于高阶的车子 都有这样的OTA的一个功能 所以车上都有SIM卡 每个人买车的时候 有的公司 有的品牌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公司提供四年免费的云端的服务 四年之后要付费 有的公司是不讲的 四年之后你的功能就没了 像我们的车子手机打开 可以开锁解锁 闪灯按 把它开冷气 时间到了你不付费去使用就没了 当然使用者付费合理 他先让你养成三年的使用习惯 但是这个付费到底是 未来要付多少钱 其实不是付那张SIM卡的流量卡 而是这一间公司的云端的伺服器 它这个云端的功能 它给你收多少钱 因为流量现在吃到饱很便宜 几百块钱一个月就吃到饱 我想大家都付得起 可是假设你要使用它的云端伺服器 一个月是三百九十九块的流量费 吃到饱 电信公司跟你收了 可是要收三千九百九十九块的伺服器的使用费 你还花得下去吗 这就要好好想一想 这就要好好想一想 所以OTA并不是一件好事 不一定完全是一件好事 就羊毛也是出在羊群上 因为我的车子需要更新的时候 我开去保養厂 你给我更新五年保固 你本来就要更新 就算超过保固期 它也是要更新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变成OTA的时候 对不起那就付钱 我养伺服器要钱 是不是 有的时候大家在看新产品的时候 你要思考到说 后面的隐性的成本会是落在什么地方 车厂的算计都很精准的 前三年赔钱没关系 第四年它就会给你坑到宝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有些人就说 我买车的时候很在意价格 如果新车价格这么的高 以后你可能三年之后 还要付一些什么其他的费用的话 那我是不是从二手市场 去找一些CP值比较高的车款呢 而且你看前车主 他选配也选到天了 对不对 那如果买这种车款是不是很划算 就有网友说 他入手了一台在二手市场上面 号称是百万名车 但是却用CP值非常高的价钱去买入 罗哥 对我想网络上常常会有网友这样讨论 比如在PTT上面 就有这一则 那其实讨论度是非常高 他说他六年前买了一台新车 是进口的 然后后来陆续有一些小问题 新车那时候买88万 现在是进口的小车 那六年收购价 六年后只剩下20万 就是等于是说他贬值贬任厉害就对了 那后来去签了一台2013年的Nissan Tiana Tiana是大车了对不对 旗舰版 结果只花了11万 然后突然发现 哇如果买到是可信任的中古车 尤其是以前那种百万级以上的 那CP值根本就高到爆炸 你想想看才11万你可以买到 哇百万级的车 然后这个性能啊什么的都 性能绝对没问题嘛 对不对 现在的车子的这个体质 那他说那想想以前干嘛买新车呢 虽然现在是科技的交接期 对没错最近几年的确是这样 不是很新的二手车 可能还少了科技配备 但是在五年后 应该连二手车都找到有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 那车子到后来终究会修的 买可信任的二手车 同样五六年每 这个世代一直轮替嘛 对 似乎是CP值的王道 的确啦 如果你是对用车 已经有点熟悉的 甚至于你朋友里面也有刚好开保养厂的 或是这些零件的这个厂商 进口厂商等等的 那你买二手车你自己会修 或者说自己知道什么门路 保养起来比较便宜 那你当然可以去买中古车 甚至你对比较了解的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会收集以前经典车 对不对 就有人譬如说购物一代一到八代全收 对不对 那没什么不行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 你11万买了一台百万 其实让人很高兴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你这个是在炫耀什么 对不对 那有的网友就吐他吵 那你只是穷而已 你没钱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想想看你花11万 你买一台车你只肯花11万 对不对 那你都不会怕那个车子 有问题 你花的钱可能是几个十亿万 对对不对 所以其实买二手车 尤其中古车是一车一旷 一车一旷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那个车是怎么样 像我自己 我自己之前的GLC买的时候 我还选自动驾驶 那台宾室就是有Level 2 我开了六年多 后来把它卖掉 车行股的价格还很高 然后后来我让给我朋友 对不对 我六年车还卖超过一半的价格 对不对 而且他接水也很高兴 因为只比国产CRV贵一些的价格 你开到一台 我开的冰室 我的冰室 我保养很好的冰室 还有Level 2自动驾驶 辅助 好不好 好啊 他当然很开心的就接走了 我本来说找车行估一下价格 对不对 那这种当然是OK 而且我还帮他介绍 说你去 你如果要维修保养 不想回原厂的话 去哪一家厂 认识的 保证做得很好 这样当然可以啊 没有什么不行啊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也是 只玩中古车 我不买新车 因为新车的前三年 折就是非常可怕的 没错 就算你再保值再保值 前三年折就一定最大 你最起码打个七折 对吧 但是你买了六年 六年车大概就剩一半 甚至以下了 大部分的车是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你车况 你自己会照顾的话 但是旺旺这六年车 基本上已经是过保固了 对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要有 能够 那通常也是 你用车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你已经熟门熟路了 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已经是比较懂车的人 才会这么玩 那如果大部分的不懂车 不常看我们节目的话 对不对 你要做这样的事情 风险是蛮高的吧 真的 不过买一台车 的确是令人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你买新车 但是你买新车的同时 却也带来另外一份隐忧 没有想到你的个资 可能会全都录 既然有高达25个品牌 并没有通过 这所谓的消费者隐私的测试 这很有趣 不是25个品牌 没有通过测试 是他调查的25个品牌 没有一个品牌通过 这么多 这个迁人资讯的保护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接过那种行销电话 有啊 然后你都会想说 奇怪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对啊 他说你要不要车子 要不要贷款 想说为什么 这就是各自被泄露 那你想说这种事情也就算了 骂一骂他也不再打你 没有特别的在意 但是这其实中间有一个隐忧 就是你的资料 到底是谁外泄出去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怪你你有没有发觉 你的手机会偷听你讲话 偷看看你在搜寻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搜寻这个厨师机 我想买一台厨师机 我在电商平台订了一台厨师机 我在滑手机的时候 我就通通出现都是厨师机的广告 对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大家会觉得说 好恐怖 手机无时无刻都在偷听我们讲话 不晓得他会干些什么事情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会不会常常看到一些 这个资安专家说 你千万不要下载 某一类型的这个APP 因为这APP会窃取你的个资 而且外泄外流 就好像大家现在没有要买这个 没有要使用这个中国大陆的微信 没有要买华为的手机 没有要下载这个抖音 因为抖音是已经被证实 有这个外泄资讯的这个APP了 对不对 所以这几件事情来说 你觉得恐怖恐怖 我个人是觉得蛮恐怖的 那当然这个基金会 因为他调查了25个汽车品牌 这些汽车品牌 透过车辆的感应器 摄影机 甚至你的手机 连了Apple Car 被蓝牙连接的车子做影响 他就收集你整个人的 这个手机里面的健康资讯 心跳血压 甚至有些女孩子会记录 这个性生活的次数 通通被这个车子给捞走了 真的假的 通通被车子给捞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很多人认为车子 是我自己独立的空间 是与世隔绝的一个独立空间 所以我不想要让我在 送孩子上学途中 跟小孩子的对话被外泄 我自己一个人驾驶 我失恋了 我在车子里面这样哭泣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广告 尤其是强调女性车主的这种车型 常常都给车子设定成一个 女性自主的独立空间 是你自己的世界这样的感觉 结果车厂都知道 你今天失恋 你今天在这里面哭 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来我告诉你们数据 这调查了25个品牌 没有一家通过消费者隐私测试 有超过9成的汽车制造商 完全没有给你可以选择 我要不要暴露隐私的机会 就是你买我的车你就非得要接受这件事情不可 9成 9成 好 来 有84%也就是超过8成的汽车制造商说 我们会跟外部的企业分享你的数据 你的身高体重血压 你的行驶路径 你去到哪里加了多少油 刹车踩了多少比例 油门踩了多少重量 开去哪里你的种族全部都会跟这个其他的外部鞋本 有8成以上的这汽车品牌 好 有7成以上的品牌 表示他们会出售 所收集来的这些数据 关于你说这恐怖恐怖 对 还出售 太恐怖了吧 对不对 那当然这些数字蛮有趣的 我举几个例子就不要点名哪些品牌 像日韩系的车子都有去监控的 包含了这个 你如果手机应该连线的时候 包含你手机里面记载的性生活的数据 也有欧洲品牌 比如说宾室好了 宾室在他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 预装了 已经知道会泄露很多资讯的 Tchalk的这个app 这个都是蛮有趣的一些 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话题 跟这个操作的一些方式 所以重点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品牌叫做特斯拉 特斯拉甚至告诉消费者说 如果你不让我收集这些资料 你的车子可能会坏掉 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告诉你 你的车子现在有问题 你要怎么办 怎么去处理 我不能远端协助你 我不能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前一阵也有冒出 这个特斯拉的工程师 把特斯拉车主在车子里面 做的事情的影片给外泄出来 有没有 天哪 因为特斯拉其实是靠车内的摄影机 去监控 监控这个车内驾驶的一个状态 而事实上 整个电子产业 车用电子产业 在未来几年 最热门的一个项目 就是所谓的车内监控 就是一个车内监控 因为在自动驾驶领域里面 他必须要监控驾驶人 到底在干些什么 对你的健康的状况 对你是不是有安全性的顾虑 这是目前 你如果在玩股票的人 大概都在往这个议题上去 去做投放这个 你的这个投资的部位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 跟个人隐私 这两难的抉择当中 我想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基金会同时 在这个研究之中也指出 汽车泄露你的资讯 是非常非常严重 甚至你下载那个交友软体 叫做Tinder Tinder已经是会泄露 你很多各自的这种交友软体 都比汽车还要来得安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